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今天马先生来了 还有咱们李爱 大家好 对大美女 大美女最近好像演大片了是吧 没有 演了一个电影叫做光棍终结者 那么请大家11月11号去电影院支持一下 我们就这么短的时间 你还拿来用来做宣传 那不是赶紧的 既然你问这问题 还是宣传一下我吧 这个什么世界人口达到70亿人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也该休假了 对 我不是玩闹的 就是我要给大家很抱歉的预告一下 我们十几年节目的问题 因为我总得休假 合情合理合法 对吧 其实我也是为国分忧 按说这应该凤凰卫视负责找替班 但是找来吧 人家都挺麻烦人家 到最后我们只有采取 就是实在不行 有人替 但是要是我能露出点备份来 就拨备份 您这话说的其实在夸自己 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代替你 离了你就不赚了 反正过去有经验嘛 代替我的好像都挺招骂的 没有我招来的骂更多 我是说就是说为什么要抱歉 因为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因为这个原因 播的就是我们现在以前录好的节目 所以有些时候非常重要的新闻发生了 感觉我们还不知道在干什么 是吧 也要请大家谅解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不回来了 最好没有新闻 最好没有新闻 来了礼拜没什么大新闻就好了 我一直就记得就是美国是第一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还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开战的那一天 我在休假途中 我看着电视上的枪枪三人行 我的开始语是这样的 底下走马字幕啊 就战斧式导弹 这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我们这仨人说 今天是世界睡眠日 我怎么老是睡不着呢 太逗了 这两个星期你不再没有大新闻 咱们姑且啊 马爷在这个世界人口日 我看刚刚过了 他还专门写了博客 李爱也发表了这个宣言 是吧 我哪有什么宣言 我就觉得现在人越来越多 都到70亿了 就按理说 如果是男的女人都差不多多的话 那应该是能够 刚好大家都互相配对上 就不会有人单着 不会有人光棍着 不会有人胜着 这多好啊 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有些人饱死 有些人饿死 就是我的感觉 怎么讲 比如说现在 之前我刚看了一个新闻 说中国到了2012年 会有大量的光棍出现 男女比例失衡 但为什么我身边 这么多漂亮的姑娘 然后又成了圣女呢 这就是感觉 就是有人汗死 有人闹死 就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没有能够平均的 那么是谁烙死了呢 反正就像现在世界的财富一样 集中在20%还是10的人的手上 剩下的人平分的 平分的百分剩下的那一点点钱 你不是说你身边那些美女们都慌着呢 那么他烙了谁了呢 哪个男的烙着他们了呢 不是 肯定是有人多吃多蘸 不是 就是说可能有些女孩 就可能很多男生喜欢 有些女孩就胜在那了呗 所谓这样烙死 这样汗死吗 马先生 你那博客是评论什么呢 70亿 我觉得我们人类到了一个关口 因为这个这个速度增长的 这块是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的 我们人类这个在很漫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星球中占的这个这个份额很小 简单的说你行不成势力 一百年前咱们还在这个食物链中 就是你出门有可能被老虎吃了 被狼吃了 对 你今天只有咱们吃他们 对想吃谁吃谁 只要人类稍微把一些禁令松开一点 很多大型的动物就就没了 你比如像大象和犀牛 如果你不进入这个国际的 这个保护冰冰威物种这个公约 那这些动物就几年之内 就可以一个都没有 你看前一阵那个照片 咱们这个野生东北虎 说在中国境内就20只 发现了一只呢 它是碰了猎人的那个钢丝套了 对 就生生给套死 那么你过去 你比如说海洋中的一个鲸鱼 那么大的鱼 咱看人都害怕 是吧 今天你要是如果开了这个禁令 那基本上都可以灭绝 那为什么呢 就因为人口的这个骤增 这个骤增 我当时写那个博客书 还列了个图表 这个图表是这样的 这是啥 性高潮 就是对对对 它就是瞬间就达到高潮 瞬间达到高潮 对 它是个 这个过去人的增长速度 是非常缓慢的 我们在这个 就是古文明形成 就是罗马呀 古埃及 古中国文明 这些文明形成的时候 人类就一个亿 后来这2000年平均呢 每200年增长一个亿 就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但是到了19世纪初 就是大约鸦片战争这会儿 人口就大约能达到10亿了 那么这后100年呢 就是到了20世纪初 就增长到20亿了 这20亿到50亿 到今天的70亿呢 就是直线增长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宣布50亿的人 就是地球有50亿人口 是1987年 24年 我们增长了20亿 要这个速度下去 地球绝对是不堪重负 但为什么 我之前刚看了一篇文章说 有一个美国有个机构 在测试哪些城市的人 会慢慢的消失 都会越来越慢慢消失 说香港还排在前 前五还是前十名 对香港为什么 他说因为女人 他是算最后一个女人出现的事件 当女人没有了 你就不会再有繁衍后代了 为什么女人没有了 他就是因为城市里的人 反而不愿意生孩子 越生越少 而且女的 就是女婴孩的出生率 反而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低 不是他有些地方 他是知道是女的就不要 但是你知道在香港还挺特别 香港其实男的应该娶香港 香港女的比男的多 但是香港圣女也很多 对香港女的也是挺难找 也挺奇怪 所以就是这样 我看到报道说 有些城市里头的人口 还会慢慢消失 但实际上整个地球的人口 又是这么快的速度的增长 能消失的是极少数 就是你文化程度越高 你的生育率就越低 这是大家都看得见 对不对 越有文化的人越不愿意生育 这个社会有个问题 就是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 就人均质量 对不对 在下降 但是由于科技的革命 我们科技的革命 导致我们的最简单的科技革命 就是我们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 这个革命 导致能吃的东西非常多 而且快速增长 比如我们今天摄入的肉类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养殖的 鱼牛羊之类的 不是过去是猎取的猎杀的 对不对 咱想吃个肉呢 费了大劲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套这个消化系统 是按照谷物设计的 所以人大量的摄入肉类 是很容易得病的 没错 对吧 就你消化不良 我发现你们两位讲的 他讲的是实 你讲的是性 是色 这两件事确实有点联系 我还有一个理论 当年曾经有人 我记得是风思凯先生写过篇文章 他就提出一个不解的疑问 他说同样都是实色二欲 为什么大家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彼此看 对吧 你吃什么还给加菜 你吃什么 他为什么性生活的时候要躲着呢 要不能让看呢 前一阵我琢磨出来一道理 这个跟短缺经济学有关系 你看这个人小时候咱们缺食物的时候 往往弄着点好吃的 就偷偷的吃 不敢让大家看 你看人类的食物 从就像你说的 从早到现在我们几十倍上万倍的 增加了我们的食物 所以大家可以公开随便吃 对吧 因为多 但是不管你多发达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性资源 几万年来没有太大的改变 基本上一个 你平均只能贪一个 所以大家得躲着 不能呼吸 不能 你再呼吸 惹羡慕嫉妒恨 咱们先去院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解决男女比例的问题 最近也有激动人心的消息 就现在知道利比亚过渡政府武装 为什么那么玩命打仗 依旧是义富多岐志 现在他又宣布了 是吧 但是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人已经进到一个文化了 记者一采访 利比亚当然多数女性就反对 就不能搞这不复辟 问题是 他的首都很多男的也反对 其实也就是惯了义富义气了 对吧 你再回去 不可能反对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真的再有一些男的 一夫多妻的话 那可能剩下有一些男的 就跟真的娶不到老婆了 女的都有 就被人都占有了 那就没有 以前为什么会变成 我不知道这对不对 我听来的就是 为什么会变成一夫一妻呢 就原来都是只有 皇宫贵族 那些真的有钱的有权的人 才能有老婆 奴隶没有 那你要为争取自己的这个权利 最后只好起义 起义了以后 然后改成的这个法律 变成一夫一妻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起义的动力 对 这是起义的动力 分地主的小老婆 对 你现在又变成一夫多妻了 那你资源又会拥向 就像钱一样 就会拥向那一票 只占人数的10%的那一票人手里头的时候 剩下的人又没有了 那他又得起义 所以你看我又不稳定 人口的问题 或者什么问题 实际上是个结构的问题 比如你说什么圣女或者什么 这个你仔细分析 也会有年龄结构 到底哪个年龄段多 哪个年龄段少 这还真没人 你像马先生担心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有一个好像人类面对总的资源的困境 可是就是这70亿人内部 这结构也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那天看联合国一数字 我才发现原来是好多亿人挨饿呢 现在就能饿 现在世界上还有饿死人的事 那你看另外一个数据 你觉得会很可怕 就是美国国家地理公布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每年从海洋里捞出多少海产品吃掉 有多少呢 这个数据我们简单的说 大家能听懂 我说八千万吨 你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就是今天地球上所有人的体重的总量 就捞出来这么多东西 就等于咱们自个儿把自个儿吃一遍 明白了吧 这个很形象 今天70亿人 如果每个人平均按60公斤体重算 就是八千万吨 就是这个分量 天哪 很多吧 而且他这里从理论上讲 你是直接捕捞量 这里低等级的 比如下一级的还好 高等级的比如金枪鱼 它是32倍的数量 就是你捕获他一斤 他已经吃了 他在海里已经吃了32斤的海产品 他先替你吃了 没错 所以在这个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海洋的这个现在已经到达了 这个他平衡的一个边缘 就是说你的过度捕捞 他已经没办法去补充了 那这对人类是一个极大的警告 所以为什么有修鱼期就不能让你再捞 再捞受不了 能给断子绝孙没了 过去有人说呀 说这玩意是个天道 就是说你是这种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呢 它是天道 是自然的 你比方说那天我还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有个这个纪录片 好像说一种鲸鱼啊 这种鲸鱼十几米长 然后你说他这个脑子里都有记忆的 他就到某个时候 他就到某一个地方 说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 那个地方有大概这么大一条 这么大一条的这个鱼啊 多少亿条 然后形成一个大的这个漩涡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就在这个群体的这个等于说是排卵 射精 就是一起来 然后弄的全是一团白雾 你想那全是这个负营养的东西 然后你就见这个大鲸鱼啊 呼就进去了 原来他吃什么 就吃他们排的卵 射的精 呼噜一下子 呼噜一下子 你按说这样 都不都绝肿了吗 那不可能 但是不会 他就是他们那个算的呀 就他自然有一个平衡 平衡就得给他吃这么多 然后剩下的那部分 就刚好维持整个这个平衡 但是呢 他们就说这人是万物之灵嘛 这个灵啊 一旦能够反映自身改变自身的这个时候 是不是这个链就破了 对被控制了 人类呢 我认为人类呢 是在这个大概在一百年前冲出了自然的这个平衡圈 就是为什么暴涨 因为他有一个理论支撑 就是凡是统治过这个星球的这个生物 包括三叶虫 包括恐龙 他的灭绝曲线都是这样 缓慢增长 突然增高 迅速灭绝 它是直线灭绝 这个曲线是个不吉祥的曲线 你暴涨不是好事 有点像开车 你前面慢慢腾腾的开着没事 可是你一脚油门踩到你那咋子到头的时候 那就预示着你要出事了 对加速走向灭亡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人类冲出这个地球的这个平衡圈的时候 人类自身就理论上讲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总觉得咱们这人类吧 就特别像我们身体里的某种细菌 就我们经常会关注自身健康的话 就是说你心里有细菌是好的 就是只要你各方面都平衡 有什么优的细菌 坏的细菌 但是优的细菌也会变成坏的细菌 就当它一下暴增的时候 过量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坏的细菌 对吧 就我们历史上一直都有什么各种各种的细菌 会什么霍乱也好 干嘛也好 画一下可以统治一下我们人类 就是说把我们人类都给灭了七七八八了 我们生产一个药 把这个病菌就彻底的从什么时刻开始就给绝了 我觉得咱们人类其实就有点像地球的某种细菌 就啪啪啪啪长起来 这个就是看谁掌握话语权 你知道吗 它要是另一个另一种人称了罢 他就说我们是细菌了 我们现在称了罢 我们可以宣布谁是细菌 不他是这样 你用细菌不太容易说清楚 他实际上用细胞最容易说清楚 我们人类有无数种细胞 都是正常的 但一旦这个细胞出问题 你肯定就陷入疾病状态 那么癌细胞是细胞的一个变异现象 它就变成最强壮的细胞 吞噬一切 就你身上的所有的其他的细胞 在它跟前都跟它没法战斗 有点像今天所有的生物跟我们打 你长着尖牙利齿 没有用到我跟前 我有一手枪 就给你崩了 对不对 这意思 那么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很残酷的 说人类就是地球的癌细胞 因为你是变异的 我们的人跟其他生物比起来 我们是大量的变异行为 而其他动物是没有的 比如人类有一些是独有的 比如人可以回忆 没有证据证明 哺乳类的任何一种动物 有回忆这种情感 是吗 对 我看过一个颗角片 就专门讲 他会做各种各样的试验 看他有没有回忆 记忆是有的 记忆我们跟 我们记忆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是啊 动物应该是有记忆 条件反射 对 还有一些是他的本能 但是情感中的回忆 你不是动物也有悲伤 对不对 你要养狗养猫 你能看出来 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 他也有欢乐的时候 这些都跟人 我们在生物这个角度上讲 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些就没有 就有些像回忆这种情感 他是没有 再有呢 所有的动物基本上都是按照原始状态设计的 而在这个星球上生存 我们是不是按照原始设计的生存 就我们站起来了 所以人类就独有一些疾病 比如像高血压 说长颈鹿那么大脖子吧 他没高血压 对吧 比如痔疮 人是因为站起来才会把这个不该是末梢的地方弄成末梢 所以就出现痔疮这样一种疾病 而这个疾病十分普遍 对吧 过去说十男十智 十女九智 这个意思 就是他非常普遍 但动物没有动物有这个疾病 就是因为他没有改变过他原始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你很难说吧 那么多动物没有一个得知 没有 没有 他是从不得这个疾病 就是因为他没有改变他最初的状态 我们是改变的 我们是按照爬着设计好了吧 你非要站起来 所以人的骨骼在所有的动物的骨骼里是最不好看的 啊 但我自己觉得很好 我们说的骨骼是那个医疗骨骼 不是你这样 我觉得是前品后品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就好看 你看那个医疗的骨骼 就是他把它彻底科学化了以后呢 只有人的这个骨骼啊 就是现在恐怖片叫什么什么什么僵尸片之类的 就是他那个骨骼呢 就是前品就是重心不稳 你看动物的重心都是稳的 马先生已经对人类感到自卑了 我们的骨架子没有没有狗子好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咱们这个找到了问题所在 就人类是癌喜抱是吧 现在对策应该怎么办 经常爬的走一走 他说的是这个个体的一种宝剑 你从人类的角度上讲了 它是应该陷入一种思考 比如我们现在开始思考 就减少碳排放 对吧 我们今天碳排放是非常大的 就我们在座的人啊 我们每个人的碳排放是我年轻时候的这个一百倍 那我年轻的时候是宋朝人的一百倍 那换句话说我现在是宋朝人的一万倍 但这个特别难 特别是我们已经享受过了这种舒服 对 比如说我们冬天有暖气 你今天告诉我是因为要减少碳排放 我们暖气不开了 要低一点 要低一点 挺多很难做到 对很难做到 所以人类今天呢 实际上是在纠结当中 你看到联合国开大量的这种关于保护环境的会 比如碳排放现在是有指标的 就是因为数据太吓人 我刚才说我们是宋朝人的一万倍 是什么概念呢 今天一万个中国人就是宋朝全国人的碳排放 那你就非常可怕了 听着就非常可怕了 我们小时候就屋里就一灯泡 是 15瓦25瓦40瓦算有钱 开到停电 对吧 你今天你家里 你觉得把所有地方都关上了 还有很多电源在工作当中 对不对 那么人类开始呢 就开始警觉 我觉得尽管不一定有最终的办法 但是它总会是延缓这个过程 我觉得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这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世界上的事吧 你别让它得到了 还挺好 就是如果我一直这么冷着 我也就习惯了 搞不好我身体中还就分泌一些什么东西 让我觉得挺健康 但是如果一旦让我舒服过 我知道冬天还可以这么暖和 然后回去到冷的地方的时候 可能真的不太容易受得了 所以我 这个女人是不是尤其曾经沧海难为水 尤其我们现在 所以我一直在说 我们今天享受了人类变革时期的一个提前的快感 就是我们的人都太幸福了 从吃 你今天你想想 参加的各种宴会吃完过吗 没吃完过吗 我老说中国 中国的这个餐桌上每天剩下的饭能养一千万人 人说你这太悲观了 至少养了非洲 剩的太多浪费太多 而且巨大的空间 那个能源 你享受的那个能源是很少一点的 简单的说 你如果屋里再冷 你有一电路子都可以睡得很暖和 对不对 但你今天不 你的电路子多土这事 是 但我最近在买 你知道吗 是为了 对 为了省钱 我说着玩 他裸捐了 没钱 就是说你 如果过大的享受这种资源 将来的后果不是我们承担 是后面的人承担 就是我们的儿女 子孙在承担这些后果 就我们不是说是癌症吗 嗯 就是这玩意儿我看也是减缓我们的灭亡 对 你可能也解决不了我们最后的下场 对吧 但是基本上啊 我看人哪没有智慧 没有到这个程度的 也意识到是意识到 我觉得我觉得这种少部分人 可能可以说到马老师你说的那样 回不去 你比如说你要是回不去 但别说咱们你让美国人 嗯 你跟美国人说说 美国人不答应的只是说中国人 不应该跟我们过一样 这样的生活 但是你说你们现在别那么过了 那他不是都是算了吗 需要四个地球 都过上美国这样的生活 而且你这么过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不均呢 或不换寡而换换不均 它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看现在欧洲欧债危机 我就发现欧洲的报纸上 就开始有一种反反中国的心理 嗯 就是他们把中国当成环境污染的代名词 说我们要向他们借债吗 他们要把我们欧洲买了吗 他们是什么罪恶的 他们是环境污染 可是我心里想 他们这个工业革命老牌帝国 就是你们最早污染的 你不管谁的污染 他的服务目标都享受了 你都分摊这个污染 比如我们做的活 是欧洲人在消费 那其实那他妈污染是你做的 只不过在我们这发生的而已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其实我认为 对